北投,最近民众常常在双北看到,像这样肩上挑着屏风的人,而且都出没在捷运站、市场等人多的地方,疑似是曾在中国、香港出没的屏风档。 这一派屏风名堂不小的,他们说是文初古董来,相当之珍贵。 珍贵古物摆在西来阳王的大街上,民众只要不小心碰到,就会被索取两万到八万不等的高额赔偿。 恶名昭彰的屏风档入侵大台北地区,不时淡水背头,市林捷运站、信誉区万华,到处都能看见他们身影。 这几片厂厂都有啊,好像有三四个,那一天我遇到四个。 大概是,差不多五六十岁。 躺着啊,就两片那个,类似那个门封还是什么,那个窗子的那个框框啊,里面还有什么彩绘的。 根据了解,屏风档成员大多来自山西,持观光护照来台,每天早上六七点在台北车站集合,就各自到人潮汹涌的地方住点。 警方获报已经展开全面去地,淡水就抓到一名挑着屏风的妇人。 他有坦诚,他是来卖化,但是他并不承认说他有诈骗的行为,他这个犯错的行为是违法的,我们有依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,跟他侦办,并且移送移民署。 虽然成员都避重就轻,不承认诈骗,但民众还是要特别小心,发觉不对劲,就赶快报警。 你是新闻,组合报告。